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的历史同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 相应的税收制度的历史当然也是一样的悠长 早在下三周时期 我国就已经有了以共助策为主要形式的赴税制度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 税制改革已几经波折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这特殊的表现为 1984年和1994年分别进行的两次规模宏大的税制改革 以及由此带来的税制体系的日渐完善 二 税收存在的必要性 富兰克林有句名言 人生有两件事情不可避免 死亡与拿税 可见税收是无处不在的 那么一个国家为什么一定需要税收呢 税收的存在的必要性 正当性就在于它能够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 满足公共需要 实现国家智能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 税收不尽必要 而且十分重要 因此 18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以重要资助 将财政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而税收是财政最为核心的内容 为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制度的优势 今后要促进税收制度优势 更好的转化为税收治理效能 进一步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 资助性 保障性作用 三 税收的概念 税收如此重要 那什么是税收呢 税收指的是国家和政府 未向社会提供公共品 凭借政治权利 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 参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 无想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 体现着特定的分配关系 是税收的特征 税收的基本特征为强制性 无闪性和固定性 所谓强制性 是指税收参与社会产品 或国民收入分配的依据 是国家的政治权利 税收的强制性具体表现为 税收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的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 否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正是因为税收具有强制性 才使得它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最普遍 最主要的形式 无闪性是国家征税以后 对具体纳税人既不需要直接赏房 也不需要付出任何直接形式的报酬 税收的无闪性是相对的 对具体的纳税人来说 税收不具有缓缓性 但就整个国家而言 税收是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补赏 具有有闪性的一面 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 取之与民 用之与民 固定性是指征税对象 及每一单位征税对象的征税比例 或者征收数额是相对固定的 取得了应税收入或发生了应税行为 就必须按照预定标准 如是缴纳税款 税收的固定性不是绝对的 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 具体的征税标准 可以而且应该发生变化 例如 个人所得税的生计费用扣除标准 从2018年10月开始 有之前的每月3500元 调整为每月5000元 税收的三个特征是相互联系 缺一不可的 税收的强制性决定了征收的无闪性 而无闪性又要求征收的固定性 税收的三性 其中体现了税收的权威性 五 税制的概念 以内容 税制 及税收制度 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各种税收法律 法规的总称 税制的内容由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税收制度 包括税收法规 税收条例 税收征管制度 和税收管理体制等 狭义的税收制度 是指税收法规和税收条例 它是广义税制的核心 税制的内容有三个层次 一是不同要素构成税种 二是不同税种构成税收制度 三是规放税款 征收程序的法律 法规